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ate研究生 牵涉了024年令和6年的10月30号 星期一 今天已经是10月的最后一集了 哇 接下来只剩两个月 今年就要结束了 接下来这两个月 我应该会真的是蛮忙的 要进入到人生第一次出书 人生第一次出书 真的没有想到事情那么多 不是把书写完就没事了 尤其这一次因为做独立出版 所以真的是事情多到不行 比我想象中的事情多非常多 但也是蛮好玩的 我觉得独立出版可以有一种 自己对于整个书本的掌握权 更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做作品的方式来写一本书 好啦都自找的 找一个比较麻烦的路 希望最后给大家呈现出来的书 是非常棒的一本书 可以从里面不但是读得很开心 而且收藏还可以拿来当旅游书 带着一起出去玩 我的目标啦 目标希望可以是这样 好啦我今天先来回复一下QA 日本大社都推推推酸 但不好意思 三四二回的音档 听起来有点闷闷的回音感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看完你这个留言之后 我也稍微去听了一下 的确那个声音好像在后制吗 还是收音的时候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但好像我没有感受到这么 比较严重的状况 我不知道 反正我之后我会再多注意 在录音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Pockets 这件事情很有趣 每一次呢 这个录音完的东西啊 我不得不说 在不同的平台 会听到的声音都不太一样 因为大家都会压缩嘛 所以这个压缩出来的 那个不太一样 很多时候我真的是完全无法控制 完全无法控制 但我希望说还是找一个 最大的公约数的方式 来做后制编辑啦 毕竟因为现在这一个节目呢 就我一个人在弄 也没有其他人在帮我 尽可能 自我最大的能力 把最好的东西提供给大家 再来是酷米 怀念的圣诞节草莓蛋糕 在日本留学时 每到圣诞节打工店的老板 都会送每个员工一人一个 草莓蛋糕不是三角形一块 是整颗圆形四寸的 让每次圣诞节都一个人过节的 我非常期待 会特地安排平安夜那一天去打工 然后下班时 开心的拎着蛋糕回租处 一个人点蜡烛 一个人吃 是专属于我的日本圣诞节回忆 很酷耶 这也太浪漫了吧 这个也太浪漫了吧 不过 因为12月24号对日本来讲 其实没有放假的 因为2425那都不是放假日 以前因为天皇诞生日 是23号的样子 以前啦 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23号放假 所以24被连续放假的 几率也比较高 现在是不是这件事情 也比较没有了 所以没有 完全没有要放假的 感觉的意思 但外面的气氛 还是很不错啦 草莓蛋糕耶 真的耶 是不是非得吃不可啊 不知道你吃完草莓蛋糕之后 有没有去吃炸鸡呢 好 我们最后一个 Store Cottage 这个五星推荐 谢谢研究生的频道 也非常的感谢你在这边 提供了五星留言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请大家多多的 把这个节目分享 给你身边喜欢日本的朋友来听 好的 我们今天呢 要来聊昭和时代 昭和时代 已经不知不觉 进入到了昭和55年 1980年 综合55年 1980年 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 一直想说 要从哪里开始聊 这一年呢 其实有几个大事情 都是在演艺文化圈发生的 那当然第一件事情 我想最后应该还是 从这边开始聊起吧 山口百会 在1980年的昭和55年 演艺事业最巅峰的时候 他选择了急流勇退 告别了他最耀眼的舞台 这一个决定啊 真的算是震撼了 当时的日本社会 应该造成相当相当大的轰动 在他隐退之前呢 他跟演员 山浦友和公开了 他们的恋情 而且宣布呢 要跟他结婚 那这一段恋情呢 其实是开始在 他们很多电视和电影 里面的合作 在媒体上面呢 都觉得他们是一个 黄金组合 他们光是一起 共同出演的电影 就有12部 每一部电影啊 都吸引了超过 200万的观众 票房高达了 100亿元以上 所以啊 山口百会 他的隐退仪式啊 非常的盛大 他发行了 告别的专辑 然后也有巡回演唱会 最后呢 在舞蹈馆 举办了他的 告别演唱会 他在他的 告别演唱会上面 泪流满面 演唱了最后一首歌 Sayonara no Muko Gawa 然后把麦克风 放在舞台的正中央 转身离去 这一幕呢 成为了日本娱乐史上面 非常非常经典的画面 而在他确定要隐退之后 山口百会呢 就彻底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回去过着平凡的生活 而山口百会的隐退 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留下了非常多无数歌迷的怀念啊 他其实呢 在昭和时代 是非常闪耀的一个明星 短短的七年半的演艺生涯当中 他获得了非常多的成就 他身为一个歌手 发行了三十几张单曲 累积的销售量超过了一千万张 基本上呢是在一九七零年代 唱片销量最高的一个歌手 而他的歌曲呢 也是非常的多样 一开始啊 他唱的比较多的 还是青春偶像歌曲 到后期呢 有很多比较成熟的书情歌曲 都深受歌迷的喜爱 很多歌啊 像是这个横须贺的故事啊 秋英 哇 秋英算是非常有名的歌哦 还有刚聊到的这个 Sayonara no Mokogawa 再见的另外一面哦 这些经典的歌曲啊 一直到现在 你去卡拉OK 都会看到还有人在唱它 而且他不但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歌手 在当时呢 他也是一位 非常才华洋溢的作词人 他在当歌手的时候呢 以横须贺绘 当做自己的笔名 帮自己的歌曲作词 那当然他隐退之后呢 他还是继续以三浦百惠哦 这一个自己的本名 这个是结婚之后的名字哦 为其他的歌手写歌词 除了以歌手的身份 大家认识他之外呢 在当时影视的领域 也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他从1973年开始 踏入了影坛 演了13部的电影 而这13部呢 里面有12部 都是跟三浦友和 一起去主演的爱情去 而且这些爱情片啊 大部分都是日本的文学名著哦 像是呢 伊豆的五娘啦 起风了之类的哦 所以他所诠释的这些电影呢 也给了他非常浓厚的文艺感 大家看到他 不但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可爱的model 大家看到他 不但会觉得他是一个偶像 也会觉得 这个偶像哦 他在演的这些戏里面呢 都是非常成熟的主角 而伤口百惠呢 就以他这种清纯的外表 还有精湛的演技呢 创造了非常多人 难以忘怀的荧幕形象 当时应该算是非常红的 女演员之一吧 除了电影之外 电视剧呢 有一系列 红色系列的剧集 红色的疑惑 红色的冲击等等 这个红色系列的剧集呢 里面啊 很多都是在探讨 当时的家庭伦理 跟社会问题 也因此很多观众 非常特别喜欢 这种题目的电视剧 也让他啊 在大家心中有一种 国民的 三口百惠的印象 当然啦 在那一个年代 除了他的努力 跟才华之外呢 社会背景 跟娱乐产业的发展 也是息息相关的 当时 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 而且对娱乐的需求 越来越大 在昭和的前几年 也跟大家聊到了 各种 包括在随声听上面的发展 卡拉OK上面的发展 等等的 那好算是 日本流行音乐 发展的初期 他的可爱形象 和积极向上的歌曲 非常符合 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擄获了大家的心 而他的隐退 这件事情呢 某种程度上面 也反映了 当时 大家对于偶像文化 以及艺人私生活的想象 一方面来讲呢 大家会非常佩服他 可以去追求 真爱跟勇气 但是某种程度上面呢 在当时啊 大家可能不是 非常的能够接受 身为一个偶像呢 去结婚 生小孩 这件事情 偶像总是被当作 是一种 非常完美的形象 你必须要时时刻刻 都保持光鲜亮丽 不能有丝毫的瑕疵 所以婚姻的家庭生活 跟偶像的身份呢 其实是非常冲突的 一件事情 你一结婚啊 就会觉得偶像生涯 要结束了 三口百会 他选择在 事业最巅峰的时候 决定要隐退 跟三不友和 一起结婚 共组家庭啊 这应该算是 他对于爱情 跟家庭的向往 但某种程度呢 你回头去看这件事情 也是他对于 当时的偶像文化的 一种抗议吧 三口百会 在这一年 决定要隐退之后呢 这一年啊 有另外一位 非常重要的人物 在这一年出道啦 1980年的4月 昭和55年 三口百会 隐退的那一年 松田圣子 正式出道 上一时出道的时候 他并没有要 模仿三口百会 那一种 离开偶像的路线 他反而回到了 最传统偶像的形象 所强调的是 最华丽的服装跟造型 你看这个 圣子 那个圣子的那个发型 在当时 可是一个流行语呢 松田圣子 以非常强大的歌唱实力 以及精致的偶像风格 马上的就填补了 三口百会 在当时所留下来的空缺 开启了另一个偶像时代 松田圣子的出现 扭转了所谓的 可爱就能红的时代 当时的制作人 他所认为 松田圣子呢 他不但有非常美丽的外表 而且还有当时偶像歌手 非常少见的 出色歌唱技巧 他早期的 作词人 山普德子呢 也对于他的歌声 印象深刻 觉得他的声音啊 充满力量 完全不需要麦克风 所以他的制作团队呢 也精心打造 让他的音乐风格 除了偶像流行之外呢 也有一些 比较新的音乐元素进来 各式各样 不同知名音乐的人 都跟他合作过 这种跨偶像 又是新音乐哦 有点呢 厚CT-POP雏形的感觉吧 也算是开启了 现在J-POP类型的烂伤 松田圣子 从1980年4月出道 一直到1988年的6月哦 这8年间啊 连续24首单曲 获得Oricon的 攻信榜冠军 这个记录到现在 应该是 没有人能够去打破它 应该说 在那个年代 如果没打破 现在这个年代很难了啦 现在已经是完全是 另外一个世界了哦 那他的销量呢 也相当的惊人 在Oricon的 攻信榜上面来说呢 他获得了19张的 冠军专辑 是历代女歌手当中的 第三名哦 而且啊 在Oricon的榜当 前10名里面 停留的次数 超过了50次 列为历代第二 也是女歌手当中的 第一名 他除了多元的音乐风格之外呢 而且歌唱的 生涯也非常的长哦 他光是在舞蹈馆 就举办了超过 100场的演唱会 应该是女歌手当中呢 演唱会次数最多的一位 应该很多人在心目中 松田圣子都是他的 永远的偶像吧 召合55年 还有另外一件 算是演艺圈里面的大事 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吧 召合55年 1980年 是漫财风潮的 重要里程碑 怎么说呢 大家所知道的漫财啊 是一种比较幽默的对话 跟语言当中 互相争执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非常有趣的 日本传统表演艺术 其他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 经过几百年的演变 才成为现在 大家所看到的漫财 那一个时候呢 有两个电视的节目播出 The Manzai 还有漫财新干线 推出之后呢 马上迎来了 日本的漫财热潮 在那之前 漫财你大部分 要去专门的剧场去看 但在之后 反而变成在电视上面 非常重要的表演形式之一 这些电视节目呢 介绍了许多年轻的漫财师 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 很多漫财师 在这里面一举成名 也有很多年轻人 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之后呢 也想要成为漫财师 这些所谓的明星漫财师 不但是做了很多漫财表演之外 因为它是在电视上面发展 所以呢 也开始主持 歌唱 戏剧等演出 你现在所看到电视上面 很多的主持人 或者是很多在演戏的人 在当初啊 都是以漫财的方式开始的 当然啦 这个电视普及之后呢 就会慢慢集中在 关西跟关东地区 现在大家所知道 熟悉的几本新页 就是从关西那边 所发展出来的 我们稍微来聊一下漫财吧 漫财的雏行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久 在平安时代的万岁 这个漫灾 这个万岁呢 其实是一个在节庆的时候的 一种祝福的仪式 表演者呢 他会以歌唱 或是各式各样有趣的对白 来祈求家庭里面的兴旺 以及长寿 不过这个时间的推移啊 慢慢也发展出各种 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 有所谓的三合万岁啊 伟章万岁 各式各样不同的万岁 还有三曲万岁 等等的 一直到了江户时代的时候呢 他在大阪跟京都之间 各种祭席当中发展出了一种 很独特的风格 所谓的祭席啊 就是祭东西的祭 游祭的祭 然后席呢 是座位的那一个席 自由席的席 祭席呢 基本上呢 在当时就是一种剧场 那种剧场可能是临时搭起来的 当然现在大部分都不是临时搭的啦 这种剧场的类型呢 我们还是会使用这种 比较以前的名字 叫做祭席 后来一直到了明智的末期的时候呢 这种幽默的对白啊 就加入到歌舞当中 然后呢 不再写万岁 反而写了万财 这个万财的改写啊 就是再次的呢 让他产生了另一个质变的时候 一直到昭和的初期 恒山 安他之跟花林 安恰口 这个非常有名的组合出现之后呢 才真正的改变了 他们万财的表演形式 成为了现在的状态 当时呢 他们决定放弃了 传统的衣服改穿西装 而且纯粹以那种对白的方式 两个人在那边互相说话 来逗笑观众哦 开创了所谓的对话漫财的先河 这个对话漫财出来之后呢 有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剧本哦 最有名的就是找庆赛 找稻田跟庆毅的比赛 让很多不懂棒球的人呢 可以在这里面的对话当中 好像听到实况转播 来了解 找稻田跟庆毅比赛当中 一些有趣的桥段 一直到1933年 几本新叶才开始使用 曼财这个字 取代万岁跟万财 而且在隔一年呢 在新桥举办了 特选报效曼财大会 这时曼财才正式成为一种 独立的表显映述方式 而这个艺术方式呢 就在这一年的 昭和55年1980年 正式进入到电视上面 电视基本上啊 是曼财这个热潮 最主要的推手 年轻的曼财师 在这里面展露深角之后呢 很多啊 他们也开始有了 经纪公司里面的培训学校 还有一些呢 没有传统的师徒关系哦 很多在关西跟关东地区 你都可以看到 这样子曼财的表演 好啦 关于曼财更详细呢 我觉得之后 可能可以有一集 日本大特首专门来 跟大家聊一下曼财哦 我们在这个昭和55年秀 先聊到这边 如果你想要看曼财的话 其实大阪跟东京 有非常多的剧场 你是可以去看的 像在梅田啊 关西的话 京都那边好像有一个场地 像基本新叶在关东的话 新树涉谷 都有它的曼财的场地哦 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 像是呢 你可以去 前草哦 前草那边也有比较传统的剧场 其实新树这边也有一些 还蛮传统的剧场就是了 所以如果想要看曼财的话呢 当然你有很多的选择 像前草那边呢 每年哦 好像十月吧 也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哦 你可以在那边 每天看到表演哦 我觉得有一个还蛮特别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每年二月呢 在高原市啊 它那边呢 有一个哦 叫做高原市的演艺记 那这个演艺记里面 不是只有曼财啦 还有一些其他的表演 像落语哦 这个落下的落语言的语哦 也是这个演艺记里面会出现哦 还有像什么漫谈啊 大神乐啊 讲坛哦 就那种传统的表演艺术 为什么我特别会去讲到 高原市的演艺记呢 这个演艺 演艺人员的演艺 祭典的记哦 因为他的那种办的方式呢 比较有点像是 在整个街区里面去办哦 我还记得呢 我之前在看爵士音乐节 我在去 今年七月在欧洲 跑了两个爵士音乐节 像我去路特丹 看到的那一个爵士音乐节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场地里面 然后有轮流 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来这边唱歌 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个啊 我在哥本哈根 看到的爵士音乐节啊 它反而是整个城市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场地 你在那一个礼拜 随时每个地方哦 都会发生相对应的活动哦 你可以在很多酒吧都能看到 那这个高原市的演艺记呢 我就觉得还蛮接近 这样子的活动哦 它是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这一个礼拜呢 在高原市 不是只有一个主场地哦 它有一个主场地 但主场地之外呢 还有很多哦 比较小的场地哦 有各式各样 要表演这种传统艺术的人呢 都会聚集在那边 还有很多所谓的 高原市的艺人哦 如果想要看慢柴的话 可以到像浅草啊 新树哦 这些比较有名的场地 去看慢柴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 在二月的时候呢 去高原市哦 去看这一个 属于整个城市里面 小街区的表演 应该也是蛮有趣的 好了 我们在昭和55年 1980年 聊了一个隐退的 明星山口百会 也聊了一个 从这一年开始 成为非常有名的 偶像歌手 松田圣子 还有从这一年开始 发展的慢柴 电视上面可以看到他 你也可以来在日本的时候 去看一下现场的表演 甚至去参加一下 在高原市的演艺季啦 我们这期的 日本大师周就到这边 喜欢这集节目 别忘了帮忙下午新好评 也追踪我脸酸IG 我们下周见哦 拜拜